大家好,我杨风 美国财经新闻CNBC报道 川普在今天审好表示 会考虑和中国大陆签署一份临时的贸易协定 虽然他还是偏向于签署一份全面性的协定 川普说 不排除和北京达成有限度协定的可能性 也就是过渡性协议 杨风在今年6月的时候就在节目里提出了 美中双方将有可能会签署阶段性的协议 或者是过渡性协议 理由是 依照川普政府在今年5月所提出的条件 中国大陆是绝对不会接受的 美中双方如果要签署协议的话 唯一的可能性就是 川普让步 放弃要求中国全盘接受美国所开列的条件 这是我们在今年6月27号 84期的节目中所提出来的看法和预测 节目的标题是 川习会一场精心表演各自盘算 能够达成什么样的协议 然后我们又在8月5号96期的节目 美中贸易战胜负预测1 川普真的生气了王牌进出 在这节目里 我们又再提出这个观点 并且还对华人主流YouTube频道的说法 提出了挑战 接着我们在8月11号98期的节目 美中贸易战胜负预测3 得公益链者得天下 还有8月31号103期的节目 有多少比例的跨国企业会撤出中国 在这两期节目也都提出了同样的分析和预测 在这四档的节目里 我们还仔细的说明了 所谓的阶段性或者是过渡性协定的内容 将会是去年2018年5月20号 美中曾经一度达成协议的版本的扩大版 也就是说 这包含了中国大陆会购买更多的美国农产品 以及能源产品 也包括了关税的降低 至于美国所关切的智慧财产权的保护 技术转让问题 国营企业的补贴 以及金融市场的开放 大陆不会照单全收 而是会按照自己的节奏 也就是自己的时间表 做一些改进 这就是去年中美两国5月20号版本的扩大版 在这四档的节目中 我们都做了这样的预测 并且都阐述了这临时协议的内容 欢迎各位回头搜索这四期的节目 来验证杨风的说法 有没有作假 当然还有一个重点 中美两国签署了这临时协议 或者是过渡性协议之后 两国是否从此 吸陷无战事 双方就此 贸易在休兵 杨风的答案很简单 协订归协订 就算中美两国签了协议之后 往后一些小增值 或者小动作 还是会继续打下去 这是杨风在今年美中贸易战节目中 所做的另外一个预测 双方的小打小闹会持续下去 一直到川普成功的连任之后 中美双方会再度进行下一阶段的协商 当然也就是下一阶段的贸易战 如果他能够连任成功的话 接下来的议题是 什么时候中美两国可能会签署这样的过渡性协议 这有两个时间点 第一个时间点 当然就是下个月十月份的时候 中美两国将会再度协商 这一次的贸易协商 由于两国都经历了八月份 互相加码对立冲撞的情况 再加上八月份股市的下跌 中美双方预期会有一个良好的协商气氛 所谓良好的协商气氛 就是即使两国谈判不成 双方大概也不会像八月份的时候一样 扯得太难看 因为十月之后就是十一月份的感恩节 还有十二月份的圣诞节 川普应该会维持一个相对良好的气氛 以保证十一月十二月这两个月的购物假期的良好气氛 因为美国的消费支出占了GDP的比重大约是七成 维持一个良好的shopping气氛 这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还有一个议题 如果美国想要签署协定 中国大陆是不是一定会买账 一定会签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在美中贸易战开打一年多以来 美国一直是站在进攻的一方 而中国大陆则是采取首饰 签订的过渡性协定 可以为中国再争取一些缓冲时间 尤其是对华为的科技封锁而言 所以中国大陆绝对会签的 刚刚说的十月份是一个可能的时间点 但是却不是最佳的时机 因为十月份中美两国如果签了协定之后 距离明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日 还有一年的时间 一年的时间对选举来说太长了 还会有许多的变数 并不能够保证川普胜选 所以最佳的时机应该是距离投票日 大约还有五到六个月的时间 按照这时间来计算 最好的时机应该是明年的五月六月 或者是这两个月的前后时间 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我们回头来说 今天川普考虑签署这份临时协定的 股票市场效应 以及美国国内的看法 原本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推升了美股的走高 但是后来一位白宫官员表示 美国绝不会考虑类似的临时协议 于是股市又回吐了部分的涨幅 同时川普的这个说法 也可能会引起外界的质疑 尤其是民主党 他肯定会被批评 是受到选举的压力 是为了竞选连任 同时金融界的文人 也是金融大鳄 George Soros 索罗斯 他前两天在华尔街日报 发表了专栏文章 他呼吁国会立法 要限制川普在美中贸易谈判上 为了竞选连任 与中国大陆做交易 放松对华为的限制 Solos的呼吁 将会造成川普的压力 但是杨峰认为 这也仅仅只是压力而已 川普为了竞选连任 最后还是可能会与习近平 签下这份过渡性的协议 然后等到成功连任之后 再腾出手来 重新和中国大陆 进行下一阶段的较量 根据杨峰对川普个性的分析 川普虽然时常不按牌理出牌 但是他能屈能伸 川普为了实现心中的理想 伸展自己的报复 我们说的是对他自己而言 并且他为了要实现 美国再度伟大的签修大业 我认为他会无惧于 外界的压力和批评 与中国签这一份过渡性协定 这还是有可能的 但是川普还将会面临另一个难题 就算川普与习近平签下这份临时协议 美国还是有可能会面临经济衰退 以及股市下跌的可能 原因是 美国这一波经济景气 与股市牛市 在今年三月已经走了十个年头 这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一波牛市 川普他要勉励维持股市的龙井 并不容易 今天就说到这 谢谢各位的收看 也请不要忘了支持订阅 风云天下阳风的个人频道 祝福大家 下期再会